到家了 兄弟 你回以后会好好的吗 你答应我 你回以后会好好的 我不好谁好啊 坐 兄弟 你要经常会来看兄弟们 我会经常回来的 方言 回来了 叔叔 阿姨 小段你也来了 怎么了 喝多了 今天不是毕业吗 你说你喝这么多干吗 我麻烦你送他回来 这点都喝 赶紧喝点水 我去弄点心里有汤给来喝 行 不会喝就非要喝 来 儿子 喝点水 慢点 慢点 没事 阿姨 我先走了 等会儿 你今晚住哪儿啊 旁边有一家旅店 挺近的 不用花这钱了 你就住桑姨的房间就行 不用麻烦了 没 这事你也下来了 刚好小段今天住咱们家 你去给他找个新毛巾和牙刷 来 真不用了 阿姨 我自己可以的 别跟我客气了 赶紧上楼吧 没事 好点呗 他就好软了 没事 赶紧带他上楼 好点吧 我 我 容易 你快过去 快去 行了 行了 没事 你不用管了 我来了 好 你去这儿带他上楼 我 我 上楼没子喝这么多感不美 爸爸好了没 妈 再等会儿啊 嗯 多给他喝点水啊 这个可以吗 可以 谢谢 嘉许哥 你要不要喝点醒酒汤 我不喝酒的 不用麻烦了 时间不早 你快去睡吧 我洗个澡也去睡了 对了 嘉许哥 你 浴巾还有那些 尽快的喝点溜水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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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爸爸虽然身体状况比较稳定 但还是要避免反复感染 有可能随时都要再送进家护病房 怎么还没睡啊 家许哥 你为什么不睡 我有点润床 睡会长 那要不然我把我哥叫起来 你去他房间的沙发上睡 我看你之前补习的时候 很喜欢在上面休息的 没事 一会儿就睡着了 你已经很晚了 快点睡觉 你不开心吗 没有啊 怎么可能 要是不开心的话 你可以说出来 也许会好受一点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我哥我也不会说 不开心的话 撒下从那里 哦 撒下